如果我们能够有个上帝视角的话 就会看到沿着铁路线架设的接触网 跟列车前进的方向并不是平行的 而是左右摇摆的只字形 这是为什么 高铁在运行时 唯一的能量来源就是头顶上的那根接触网了 严格来说它不是一根而是两根 上面那根叫做成立锁 下面那根才叫做接触线 它们之间在通过很多根垂直的吊弦拉在一起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 因为这样可以将接触线更好地 绷在一个较为平直的位置上 以便在列车上的受电弓快速刮过的时候保持稳定 好了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两样东西接触在一起不断摩擦 这样会带来损耗 受电弓与接触线是个垂直关系 所以看起来要么是受电弓 把接触线给削薄削盾 要么就是接触线把受电弓给切成两半 但实际上这两者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其中的奥妙 当伤害不可避免时 我们就需要考虑如何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了 换在接触网和受电弓上 既然磨损不可避免 那么搞定哪个磨损会更容易一些呢 先看接触网 正如我们一开始讲到的 它不可能凭空就出现在空中 为了对抗低吸引力 它需要一个复杂的力学支撑系统 所以也就让它自己成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机构 而且这个机构不仅复杂规模还很庞大 一条接触线往往很长 但我们需要在它身上插找具体收损位置时面对的工作量 可想而知 然后找到收损位置了 是将这整段接触线全部换掉呢 还是只减下一小段打个补丁呢 前则成本太高了 因为现在的接触线大多是造价高昂的铜合金 而后者嘛 容易带来安全隐患 当相对速度高达80米每秒 接触压力达到10公斤的两样东西快速滑过时 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平整 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简直左右为难啊 那我们再来看看受电弓那边呢 它的长度一般不会超过2米 所以出现任何故障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排查 另外啊 它是装在车顶上的 即使需要维修更换 也不用去翻山越岭 只需要在维修车间里面就能搞定了 成本很低嘛 于是结论就出来了 我们让接触网足够强壮 而让受电弓呢 却总是受伤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将损害 集中以方便处理的工程设计思路 所以跟既昂贵又结实的铜合金接触网比起来 受电弓用的就是又便宜 又相对容易磨掉的碳板了 当然这个碳板呢 是只装在受电弓顶部 跟接触网接触在一起的那个黑色的弧形平面了 它的更换周期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 跟接触网的几年几十年比起来呢 确实是短了不少啊 那么当它被换下来时是什么状态呢 哎 中间被磨出了一个凹槽吗 啊 不是的 如果接触网只是对着受电弓 一个地方逮件磨的话 估计列车是开不了几公里出去的 它其实会平均的磨掉碳板上的整个平面 哎 怎么做到的 如果我们能有上帝视角的话 就会看到沿着铁路线架设的接触网 跟列车前进的方向并不是平行的 而是左右摇摆的只字形 目的就是为了让接触网能够雨露均粘的碰到整个碳排 延长其使用寿命 没有上帝视角对吧 那么这个视角呢 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啦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